辽宁上任蓝鞋主席以来进行了最大的改革,因为他长期在NBA打过球,对NBA的职业化有很深的了解,CBA未来的改革,也是在向职业化的NBA方向迈进, 但他也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一些变通,一刀切也不符合国情,姚明的这些办法还是在最大程度上,提升了CBA的透明化,姚明上任蓝鞋主席以后,首先是把国家队一分为二,向红队和蓝队两支球队参加最近两年的世界大赛,明年世界杯国家队又将合二为一,以最强阵容出战在中国进行的世界杯,联赛方面, 他增加了转播镜头,对裁判的处罚,也比以前快多了,并且还对下赛季的赛程进行了调整,增加了比赛场次,把二十支球队未分成四组,这些都是CBA的改变。 但是与前面的改革相比,这次才是姚明最大的动作,总结下,姚明改革一,将CBA的球员合同统一化,以后球员与志乐部确定合同又发本了。 改革二,将所有球员分类,按球队的地位,效益的粘线,去比球队的核心,主力,气股,新秀这些人的工资标准。 第三条也是最有争议的,就是限制了球员流动。 很多人都在怀念NBA可以球员自由交易,但是CBA规定了更严格的规则,如果球员转会员志乐部,可以收取培养费,也就是土豪球队挖人的成本高了,他们挖着钱在想想。 改革四,就是增加了球队培养青少年球员的信心,对于球,对自己培养的球员,有些许约有原来的八年改为十二年,一些打出名的球星也要挣大钱大部分都得到三十岁以后了。 最后一个是未来逐步实际工资吗?限制球队无限的投入。 从姚明的改革来看,除了第三条和第四条有保护的嫌疑以外,其他都是下榜美国NBA,这也有益于联赛正规化。 姚明上任来写主席以后,确实做了不少事情,尽管现在联赛的现状,与他期待的还有差距。 但总体是变好的,除了姚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,就是把CBA版权卖出去,增加球队的收入,使大部分球队减少亏损的现状。